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好 很久沒有錄神魔之塔 那這次會錄是因為合作的系列是妖精的尾巴 那 大師對妖精尾巴 老實說當開始看的時候還是蠻熱血的 不過到後面劇情好像有點 有點偏調了 也不是偏調啊 詛咒還是很熱血 只是 每次戰鬥就是逆轉逆轉再逆轉 這到後期就覺得好像有點無聊 不過還是完結了啦 好 那我們這次來紀錄一下 那我們的伊格尼爾炎龍王 那我們用巴龍隊挑戰 龍對龍的對決 然後網路上其實大家已經用這隊做很多次快刷的動作 那大師這邊就是 水一轉 也不拼快速刷啦 那 這一次的地獄級的卡 人刷滿就刷滿啦 因為 有玩龍隊的人 這隻焰龍王其實還蠻 蠻不錯的 而且在神魔 神魔之塔有一個 我不知道從哪裡聽到的啊 就是 等一下喔 就是 地獄級的 或是魔王級的 地獄級的 關卡 如果 關卡算好打的話 就代表說 這隻 這個卡片其實還蠻實用的 所以它做的比較簡單 那 比較難的 這代表那個卡片其實不太實用 其實也可以不用打了 這大家知道嗎 如果關卡其實不好打的話 其實就不用打了 你不太會常用那張卡 我後來仔細觀察好像也是這樣 這種很難打的幾乎都 沒什麼在用 像蟻王我記得好像也蠻難打的 就沒什麼在用 然後 七天地那時候也很難打 但 我沒看多少人在用 我自己會是 會用七天地的 好 然後 這邊 開 暗龍使 然後主要消木珠 啊 這邊沒轉到 我這邊習慣的話 都會先用 直接用 暗龍使 攻擊 把它打掉 不開技能啊 好 好 應該帶走了 喔 這裡挺醬 再來 好 這邊的話啊 可以小刷一下啊 刷一下金的 先把 毒龍刷起來 好 好 然後開巴龍 好 然後開巴龍 好 然後開巴龍 然後開巴龍 好 好 好 這樣 應該破得了吧 好 可以 可以 就打4分鐘有點久 然後這邊的話 就努力刷就可以了 因為剛好打完 打死他的話 已經 血已經快 快到底了 然後最後一集 可以打死他 就會回血了 OK 所以 這邊其實可以不用開技能 呃 因為他 這邊有炸 直接攻擊 攻擊的招式 像那個 火愛 要不然這回合也會花一點時間 好 這樣就過了 好 補血 然後 然後 讓我看看 你的成長吧 嗯 沒裝好 好 這一集 然後 然後這邊有人是直接開水龍死的啊 嗯 這幹嘛 好 可以 然後會 復活一次 OK 好 再來 最後一集 開巴龍 好 過了 那也是 野龍王 畢竟 我睡了很長的時間 好 錄這個影片 紀錄一下 下禮拜 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開放哪一隻 太帥了 伊格尼爾 伊格尼爾 最後不是跟那個 最強的那個 吸了很多 吸了很多隻那個 龍的那個 那個人類嗎 然後被他打敗了 已經死掉了吧 因為野龍王 是最強的龍 印象中 好啦 那 就這樣 謝謝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那 喜歡的話 歡迎到左下方的圖片 按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打開 這樣子更新影片 你就有收到通知哦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拜拜